这是连央视都报道过的离奇事件 诡异程度让人匪夷所思 最后出动部队才将其镇压 有当时还在上小学的网友回忆 当时学校通知紧闭门窗 禁止单独外出行动 就连上厕所都有老师陪同 到了晚上 更是无以人敢出门 此时惊人们口口相传 开始变得愈发离奇 更是被称为中国时代灵异事件之一 后来官方辟谣是有人狂犬并发 被人误以为是僵尸出没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点赞关注咱们这就来共同回忆一下 成都人的童年阴影 九五成都僵尸咬人视线 据说1995年 成都考古队在发掘武侯寺的时候 挖到了三具完整的棺库 在场的考古人员惊喜不已 心想棺库是从武侯寺挖出来的 里面肯定埋葬着什么大人物 于是众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棺库 然而他们看到棺内划满后 却压麻呆住了 这里面竟然躺着三具没有腐烂的骨尸 更加诡异的是干尸的胸口 都还深深地插着树枝 众人纷纷议论 说死人生前会不会是被树枝刺死的 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说不通 按道理下葬没理由不拔出来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 他们把树枝拔除 随即将干尸运到帐篷 等待明日研究 可不知是管理不利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当有人第二天来到考古现场的时候 棺库内的三具尸体 全都故意而飞 一开始考古队还以为有人恶告 但经过现场勘查后 众人却淡定不住了 现场一共发现了三个人的脚印 正好与干尸的数量相对应 并且根据脚印的轨迹推测 很有可能是干尸自己 从光果中跑出去的 这令在场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于是考古队立即报警 看看会不会是内部人自己干的 然而此事发生三天后 街上就流传出来了一个传闻 称有人在晚上看到了僵尸 专门咬人的脖子 被咬的人要么当场死亡 没咬死的就也会变成僵尸 最后警察去了才将其击毙 不过此时很快被官方辟谣 那一段时间房间小贩 都在售卖僵尸牙的塑料玩具 并以程度为中心扩散到了全国 慢慢的群众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后来有留言传出 说当时真的有僵尸 部队甚至都出动了 最后把所有僵尸集中焚烧 才算了事 当时不少人都细以为真 又说是秘密实验 又说尸体死后都长了尖牙的 衍生出了十多个离奇版本 但要实际一问 却没有一个人见到过僵尸 所以人们把这事 当成了茶余饭后的都市怪谈 慢慢的将其一望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结束 这是一个曾被央视报道过的真实事件 唯一程度令人匪夷所思 据说最后军方出动才将其镇压 甚至被誉为中国十大灵异事件之一 这就是九五成都僵尸咬人事件 是无数重敬八零后的童年阴影 最后官方辟谣是有人狂犬并发作 事件热度才逐渐得以平息 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为何此事之后全国就开始推行火葬了呢 釜南河被当地人认为是有诅咒的河 因为在僵尸事件不多久后 不断有人在河中发现尸体 最初人们以为是有人在这里跳桥 但捞上来之后惊奇地发现 这些尸体都呈现一种干枯状 分布着大量不同程度的烧伤痕迹 跳河自杀的人身上竟然有火烧的痕迹 让人不由地想起前些时的僵尸咬人事件 当时就有传言称 那些被消灭的僵尸被聚在一起焚烧了 但焚烧的地点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很多人将两者联系起来越传越旋 越传越广 结果引起了社会的恐慌 一些学校甚至用不让学生自己乱跑 放学必须家长接送 这些方法来保证学生人生安全 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 其实当时官方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 解释过相关事情 在95到97年 成都其实根本就没有闹过僵尸 但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 虽然僵尸咬人事件是个谣传 可其实它也是有原型的 真实的事件 其实是发生在龙泉以平安乡 当时有一户姓李的人家 他家的狼狗得了狂犬病 然后把家里的猪给咬死了 村民看着养了这么久的猪心生不舍 于是就把猪肉给全家吃了 还分给了不少邻居 结果不久吃过猪肉的人 相继开始狂犬并发 有的直接死亡 有的出现了张口咬人的情况 后来当有村民在送病人去医院的时候 一部留神没控制住 导致病人发疯当街乱咬 好小不小 前不久武侯次出现了盗墓贼偷尸的事情 有人自然而然的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了一起 因为当时信息通讯还不发达 人们口口相传 过程中不断有人添油加醋 重庆80后的童年阴影才应远而生 但现在的有些网友驳斥这种说法 说着不过是胡编烂造 首先承载狂犬病毒的生物死后 病毒存活的时间很短 一般不会超过12个小时 其次狂犬病毒的传染方式 多以抓伤刺破进入血液皮肤 吃这种方式感染几率很小 并且狂犬病毒不耐高温 55度就能轻易将其杀死 而且温度越高灭菌的速度越快 这是成都80后的童年阴影 当时为了辟谣甚至上了CCTV 这就是95年重庆僵尸咬人事件 官方解释是有村民 顶了狂犬病失控咬人 这番解释让大部分人都相信了 不过还是有少部分人认为 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但时间过了这么久 目前网上关于此事 一直有灵性的记载 有人说是妖怪 有人说是僵尸 甚至还有人听说是 利用诸葛亮的八卦阵 将其困住 然后用火焰器烧死 但书归说却没有出现过 任何一个目击症 所以此事应该就是一个 因为消息闭塞导致的乌龙 那么僵尸这种生物真的存在吗 其实历史上记载的僵尸 和我们现在印象中的僵尸 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以为的僵尸 其实就是上世纪的 港片僵尸电影中 穿着清朝官府 长着尖牙一蹦一跳的那种 而史书上记载的僵尸 仅仅是指将而不服的尸体而已 在清代以前 我国历史上很少记载有僵尸的出现 顶多就是千年不服 或者是面如活人尸体的传闻而已 而明末之后记载僵尸的小数书籍多了起来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此部语》和《月威草堂》笔记 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僵尸大权 其次就是相惜感识的传说 开始广为流传 在此部语中 僵尸不仅能变成鬼怪 甚至还和生物学那样做了系统的分析 其中夜间需要回到官国里的僵尸 就分别死僵白僵绿僵毛僵等 此外书中还记载着其他僵尸的种类 而湘西感识则是因为山路齐驱 根本无法夺人抬着棺材行走 所以感识人就应远而生 首先他们会在尸体上喷些防腐药剂 由于害怕惊扰到路人 他们一般会晚上赶路 并且一路敲着铜锣 让路人提前避开 而感识人穿的衣服一般颜色都比较深 所以远远看去 就像是尸体在自己行走 看到的人因此以恶传恶 造就了湘西感识人的传说 综上所述僵尸的出现 是具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而并非大家所讲神乎其神的东西 所以僵尸是否存在 相信你心里也有自己的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